山區大雨 黃色土石泥水沖下路面 接著在山路的轉角 一輛白色休旅車自撞山壁移動不動 黑色轎車駕駛立刻下車救援 他已經也是遇到了 可是應該沒有剛剛那麼慘 原來救援的是嘉義太和國小的主任 跟後方兩位女老師 在下班途中碰見一名休克擦撞山壁的先生 通報警消之後救出對方 隨後主任在教師群組PO文 在傷者送衣時 車子不小心撵過大石頭 傳動軸和引擎受損 得送休一週 不過人沒事讓大家鬆一口氣 我就請我就邊打電話邊知道 那個大街他們做CPR 因為他們只是排病房沒有用 要做熊牙的那個CPR 因為這邊都有上過課 所以就在現場知道他們做CPR 國小校長也在臉書發文 因為氣候變化劇烈 嘉義偏遠山區的老師必須冒著風險上班 不過主任願意在風雨中伸手協助受困民眾 這樣的善舉讓學校同仁為榮 嘉義縣山區從4號開始下好雨 梅山鄉累積近170毫米的雨量 上下山行駛 眼前都是一片雾茫茫 還好這一次民眾休克自撞 碰到學校主任救援 暖心畫面也被後方女老師的行車記錄器排下 TVBS新聞紀簡恨嘉義報導 請訂閱按讚分享TVBS新聞頻道 並開啟小鈴鐺 也請下載TVBS新聞APP 隨時掌握國內外大事 請下載TVBS新聞 請下載TVBS新聞 請下載TVBS新聞